孙盛夕星光点亮诗一儿童李漫漫寻家路 创作歌手孙盛夕 4月4日上午10点30分前往中益基金会附设御用院陪伴院童共度儿童节 幼童热烈欢迎,欢乐唱跳的气氛,点亮诗一儿渴望被爱,渴望家庭的心 中益基金会与孙承熙共同号召各界响应 5月5日将于花博公园、花海广场举办的带我群家去爱心意麦圆游会,一起祝养诗一儿 为了一圆歌唱梦想,常年旅居台湾,与家人分隔两地的孙盛熙 特别能感受有家的孩子,就像个宝 因此,时常对诗儿少付诸行动关怀,曾经在自己的生日,特别前往少年安置家园与青少年互动 一眼,透过邻居里的分享,同理并支持失去亲情依靠的孩子 希望透过音乐,抚平曾经受伤的心,让弱势孩子看见自己仍是值得被真爱的宝贝 爱心大使孙盛熙第一次和多位幼儿一起合唱儿歌,深刻体会等待收养,找到幸福家庭的路途,漫长又艰辛 服务经验显示,失业平均需等待一至两年,才有机会找到合适的收养家庭 年龄较大或具备特殊需求的孩子,也可能长期安置于育幼院 期间唯有仰赖社会力量凝聚成黑夜中的吉星,才能让每个孩子的童趣点点发亮,怀抱赤子心 中益基金会目前安置超过70位零至18岁的弱势而少,妥善结合政府与民间力量,提供弱势而少全方位守护 带我寻家去爱心义卖原油会预计邀及120个爱心摊位,目前仍有摊位及原油券及区各界认住,每张百元原油券均加赠出于yoga免费瑜伽课程体验卡 爱心针线,0229302600黄先生